民进党桃色风波持续延烧 赵天龄退选后 郑文灿就被推上风口浪尖 25号他发文否认 影片中的男子是自己 但这一系列风波 已经给民进党的选情 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25号郑文灿通过脸书发文 声称网络流传的影片 是移花揭幕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制造看图说故事的效果 各种特征明显与他不同 强调不是影中人 以透过律师提告 出来让社会大众来公平 是公众人物 但赵天龄 郑文灿两岸齐发 对民进党籍赖清德的伤害 恐怕已经造成 在民进党周三的中场会上 赖清德的话说得重 真的只是原则问题吗 根据TVBS最新2024大选民调显示 赖清德在女性支持度中 跟上个月相比下滑八个百分点 根据24号岛内的网络数据分析 民进党总体声量中 与赵天龄有关的话题 占比高达76% 已经成为一人毁全党的猪队友 而关于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的声量中 也有27%与赵天龄有关 谈及桃色风波 绿营唯恐必知而不及 赖清德要怎么处置 外界都在盯着看